我们来完成这个表格 植物界四大成员特征的比较 先胎、蕨类、裸子跟被植 首先细胞病都有 因为是属于植物界 叶绿体一样都有 角植层这些都可以适应陆地的生活 所以都有角植层 先胎植物没有维管树 根精叶先胎植物没有 花粉管 先胎植物跟蕨类没有 种子植物才有花粉管 因为这两个都是包子生子 受精的方式 先胎跟蕨类产生包子 精子透过游泳到达卵跟卵受精 而种子植物是产生种子 精子 精子借着花粉管到胚株跟卵结合 生生存环境 生存环境 鲜胎跟蕨类都是比较温暖 草湿的地方 种子植物分布比较广 可以在比较干燥的环境 花只有被子植物才会开花 其他不会 果实也只有被子植物才有 种子前面没有 后面两个是种子植物 繁殖方式 先胎跟蕨类 孢子繁殖 种子植物就靠种子繁殖 称霸的年代 先胎植物在古生代 都要写详细一点 古生代的中期 而绝类是古生代的后期 罗子植物是终生代 种子植物 新生代 代表性的植物 你们自己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